高中的学生们正在计划着意大利之旅 也是他们的毕业之旅 为了筹集资金他们开始了独特的服务 打扮成圣诞老人给客户的家里带来礼物 感兴趣的客户会支付学生们五欧元 来购买这些圣诞老人送到家里来的礼物 这些计划取得了成功 在12月的24号和25号两个晚上 他们组织的团体带来了一些创意的圣诞庆祝活动 这个想法来自于学生和他们的父母 这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对于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和格拉纳达小镇的所有孩子来说 这都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圣诞节 祝福联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